每一个先进大国都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指的是聚集了大量的金融机构 又或者是相关服务产业 比如说国际资本借贷 外汇交易 债券发行 保险等等的相关服务产业 集中了这些服务产业的地区 大家好我是Elly 今天带你来看楼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吉隆坡国际金融中心的楼盘 著名的纽约华尔街 新加坡金融中心 上海陆家嘴 伦敦金丝券码头 香港中环 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 而这些影响着国际经济的地区的房价 肯定也不是一般的贵 纽约曼哈顿房产价格为 每平方尺1450美金 新加坡滨海湾区每平方尺1900美金 香港中环每平方尺3800美金 上海陆家嘴商圈1450美金 而吉隆坡就是美金460 如果我们用100万美金来看的话 在纽约可以购买690方尺 新加坡可以购买530方尺 香港可以买到261方尺 在上海是710方尺 在吉隆坡每金100万的话 可以买到2200方尺的豪宅 现在我们就来到我们吉隆坡国际金融中心 其中一个项目的这个销售栏 就是中央公馆Core Residence 在这里是马币2000块每平方尺的 来 我们看看吧 吉隆坡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敦拉萨 Exchange 简称为TRX 在这里的这个项目呢 我们是占地70英亩的 耗资马币400亿打造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还有贸易中心 为马来西亚未来的经济发展的中心点 区内设有492米高的摩天办公楼D Exchange 106 还有10英亩的中央公园 还有220万平方尺的国际购物中心 有高级酒店 豪华住宅 还有A级办公楼 已经进驻的跨国金融公司有 HSBC 汇丰银行 阿飞 埃丰银行 Pudential 英国保存集团 还有其他跨国企业 预计创造50万的就业机会 大量的海外金融专才涌入 形成庞大的居住需求 而这个项目中央公馆Core Residence 就是由世界500强企业 中国建设交通集团 简称为中交 还有马来西亚著名的企业WCT 强强联手打造的 这里占地1.65英亩 卓越的地点 无缝连接区内D Exchange的购物中心 可以轻松步行到TRX 10英亩的中央公园 步行100尺到D Exchange 106办公楼 同时紧邻TRX MRT地铁站 轻松转搭地铁1号和2号线 三站里面可以到达 KLCC双子塔 福吉宾当百威年 EKIA宜家家居 蔚来大马城等等 四条吉隆坡主要大道围绕着 轻易到达城市的每个角落 40分钟车程直达吉隆坡国际机场 2到8个小时里面的班机 可以飞达多个APEC 亚太金河组织成员国 而这个项目也有获得双绿色认证的 让习惯了都市生活的你 同时间也可以享受大自然的这个谢意 在中央公馆我们总共有三栋公寓 每一层有3加1的电梯 每一层有7户到8户的这个单位 然后呢我们有8层的停车场 每一个单位呢都配有一个车位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的户型设计最小的是624方尺 最大的是1022方尺 从1房、1加1、2房、2加1到3房的户型设计都有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税范单位呢就是624方尺 一房的这个户型设计 来我们进来看一下 首先呢大门一开 OK 这个就是我们金融中心的这个专业人士居住的这个地方啦 就大门一开 那么当然这里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storage area啦 OK 然后我们觉得蛮贴心设计的就是这些勾勾放在这里 可以勾你的这个帽子啊 大衣啊 你的包包啊等等的 OK那么在另外一边这里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厨房区啦 OK 洗的煮的 然后一个啊就是一个台面这样子 那么就在这里呢做一些啊轻便的主食 一个快速的晚餐或者是早餐然后就去工作了 OK好那么再走过来前一点这里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客厅位置啦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户型呢就是啊空间客厅的空间来说呢其实非常的这个宽大 因为呢我们在这里摆放了这个应该就是有七十寸的这个电视在这里了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这个客厅的地面也可以看到用的采用的就是这个大砖块啊两尺乘四尺的这个类似云石的这个地砖那么看起来呢冰冰凉凉很高贵的这个感觉啦OK那么在客厅的这一边呢我们就是这个整片墙式的这个落地玻璃窗那么坐在这里呢看TV的同时也可以享受外面的这个城市风景那么在客厅的另外一边呢就是这个房间的位置啦 OK那么走进来可以看见哦OK我们的房间的这个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宽敞OK大家可以看见哦我走了好好几步路哦OK就就来到这里这样子OK那里可以看见我们发了这个蛮大套的一张睡床那么在这里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走动的空间那么在这里呢房间同样的也是这个整片的这个落地玻璃窗那么在房间呢也是可以享受风景那么当然它也代表说 这个采光度是非常的好的OK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的Voltrop area啦左右两边然后中间呢就是进来我们这个房间这个浴室那么在房间的这个浴室呢就是要体现这个单身贵族的这个高端生活享受嘛对不对所以在浴室这里呢就采用了这个啊云石的这个墙砖那么白色的云石墙砖白色的这个台面还有这个占浴室的这个啊 领域空间所以这个浴室呢也是啊就好像酒店式的这个浴室这样的享受 那么好的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单位呢就是比较大间的这个二加一的这个户型两房再加一个小空间的那么我们进来看看 而在这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小房啦那么我们的示范单位呢就把它用成改为这个工作空间你可以做阅读房啊工作房啊又或者是一个客房啊就是随你的这个需要 这边就是中间位置呢就是我们的餐桌啊餐桌位置啊四个人的这个啊餐桌 四人餐桌位置放的刚刚好然后在这里呢就是一个L shape的这个厨房壁柜那么在这个L shape的这个厨房壁柜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见这边摆放了这个双门的这个冰厨送的哦 OK那么在这里呢L shape的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做比较多的主食啦因为呢这个户型呢有可能就是啊夫妻啊有一两个小孩 又或者是平时父母啊需要过来一起居住这样子的这个情况 OK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客厅的位置呢也是非常的宽 你看从这一幅墙到这一幅墙呢大约就是有12尺那么宽的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是啊欣赏着这个吉隆坡的这个金融中心的这个市井啦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左右啊都有房间的那我们先进来这一个啊我们的这个主人卧室 那么这个主人卧室呢它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宽畅就是啊左右两边都有很多的这个走动的空间 那么这个位置呢你看我们还特地摆放了这个啊一张桌椅在这里的 那如果你是有小孩有婴孩的还可能还可以放一个婴儿床在这里呢 OK如果不然的话呢也可以放一个yoga mat在这里平时做一下yoga啊一些伸展运动啊 OK那么好了这一边左右两边就是我们的衣橱啦然后再进来这一边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浴室 那么在这个二加一的户型里面呢我们有增加的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浴缸 那么在这个房间呢我们也是放了这个双人船 然后左右两边呢也是可以走动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走动空间 然后在这里呢也是可以放你的衣橱 然后呢这一边呢是可以连接进去啊这个浴室的 就是说这个浴室呢也是可以通过去另外一个小房的 那么如果说啊这个房间没有人用啊的话呢把那个门关起来的话呢 这一间房也是有连带浴室的 然后呢浴室设计来说呢就是跟主人房一样的 同样是类似云石的这个瓷砖然后还有就是啊在浴室的这个空间 对就非常的方便的就这个房间可以进来使用这个浴室 然后这个房间的这个主人呢也是可以过来这样子的哈 ok ok那么在这里呢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这个楼盘呢 即将于今年2023年尾建好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大家是不需要等待几年的这个建筑时间 就比如说你喜欢这个楼盘你现在确定了 那么今年年尾建好了过后建好交楼过后呢你就可以搬进来了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些啊就是促销配套 在所有的单位里面呢这个厨房壁柜啊这个洗衣机啊烘衣机啊还有这个冰厨啊都是有包括在里面的 那么还有包括什么东西呢哎拜个关子打电话给我们吧 公寓设施来说在7楼我们有多工能厅阅读室内游戏室户外休闲区有步行时从林步行道等等的 这个休闲区细水池按摩池等等可以看得到 这一些公寓设施呢都是非常适合家庭聚会 在50楼顶层我们有区内最高的公中酒吧无边际泳池可以近距离欣赏这个106塔闪闪发亮的顶层 还有池畔休闲区健身室等等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做一点点的这个总结啊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以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个项目发展这个楼盘的话 这里呢的确就是潜能无限的 为什么呢有很多的理由 首先第一我们看地段 这里呢就是我们吉隆坡的核心地带就是核心地段 我们国家政府都在这里投资了400亿来打造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可以看得出这一边就是我们的大吉隆坡计划之一 那么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楼盘呢就是汉有西有的哦 在吉隆坡市中心的这个永久地气的项目 那么第三就是品牌实力 你看看我们的开发商呢就是世界企业500强的这个工资来打造的 那么第四这里呢有很多的跨国企业呢就是进来这里投资的 还有就是开办他们的这个办公室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等等的 那么第五这个地点呢这个周边的设施呢就已经非常的完整了 在5到6公里里面呢你可以到达有很多的这个著名的私人医院 还有很著名的这个国际学校等等的 那么第六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有获得双绿色认证的 再加上呢这个10英亩的这个中央公园 那么再来就是性价比高 你看看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是平均马币2000块每平方匙的 马币2000块每平方匙如果是一个1000方匙的单位呢就是马币200多万的 那么200多万相对很多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房地产的价格来说呢 我们吉隆坡的这个项目呢是相对的进场价是低的 那么如果是投资的角度来看呢你的风险也大大的减低了 那因为拍这个视频呢我也在网上搜寻了一些资料就是最新的这个update 那我在这里呢就顺便update一下大家最新的这个状况 最新的这个update呢首先第一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可以在2023年尾准时交流哦 ok然后第二就是这个镜头前的朋友有没有是苹果粉丝呢 对于你来说呢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因为苹果在这里呢即将会有它的这个flagship store 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store啊大家可以看看这里 那么在这里呢总共会有400到500家的这个名牌啊会进来这里 那么相信到时候大家想要购买名牌包包啊名牌衣服啊都可以过来这里的 那么还有就是这里有一条酒吧街哦 而这条酒吧街呢它就是链接我们的这个天桥呢进来我们这个楼盘的correspondent中央公馆 so到时候大家可以幻想一下放工过后在酒吧街小酌两杯跟朋友聊聊天喝喝两杯 然后再步行走过天桥回到去你的房间 那么好啦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楼盘介绍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现在对我们国际金融中心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还有如果你想要过来参观我们这一个楼盘的这个示范单位的话 或者了解更多的话欢迎联络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 还有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就在下一集见了拜拜 吉隆坡国际贸易 一二三 一二三 吉隆坡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 TRX 欸TRX没有了 一二三 你卡住了 一二三 吉隆坡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 东拉萨Exchange简称为TRX 在这里的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占币70英亩的 耗资马币400亿打造了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还有贸易中心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